我無話不談無所不愧 在深夜時刻解開你只剩的謎 夜訪都會女孩電視車宿的微信秘密 我是你的資料就是東區 今天的題目是 什麼樣的職業對女孩們有致命吸引力喔 哈囉 我的東區請問怎麼稱呼 我叫球熊 球熊問一下妳還是學生嗎 不是 我不是學生 在工作 妳是從事什麼樣的職業 牙科助理 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妳喜歡什麼樣類型的男生 要高 要高 笑聲就好 就這樣 就是真的個性的問題 長相完全不挑 我不挑 對 高然後長得很奇怪 呃 也不一定是眼睛可以小小的 眼睛小小的 我眼睛小小的啊 眼睛小小的比較喜歡 喔 小 問一下妳今天來夜店怎麼玩 就是喝醉而已啊 就喝醉 沒有什麼玩 對 妳是因為單身所以跑來喝醉嗎 對阿 真的喔 單身的幾天 一個月多了 我還沒問妳什麼星座 巨蟹 巨蟹什麼蟹 A型 是不是會比較感情會比較看不開啊 對阿 會 會喔 想問一下熊熊 妳多高 167吧 妳今天來是有精心打扮嗎 有精心打扮 對 所以就擠一下是不是 偷偷摸摸 有 好像在扮 看妳被打 可以偷偷問一下 ABC 不要問這問題啦 不要不要不要 D C C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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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好熊熊問一下 今天的題目是這樣 另一半 是什麼職業妳會覺得很加分 因為我是牙科助理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 就是牙醫會比較加分吧 真的喔 所以妳會希望妳以後就是跟著妳老公這樣子一起 也不一定 只是說自己做這種行業 所以就知道牙醫的好 所以就覺得說 牙醫比較擺第一 牙醫擺第一 其他醫生都不行嗎 也可以阿 整形的 也可以 也可以 骨科 也可以 其實不管阿 其實都可以 不管什麼行業 對我好就好 另一半說 不可以太花心就好 不能太花心就好 對 其他行什麼行業都可以 可是妳不覺得她假如是 醫生的話 旁邊會有些很漂亮的護士妹妹圍繞著 這樣子 妳不會擔心嗎 會阿 會 那怎麼 這怎麼 我不知道 還沒遇到阿 就是有一個喜歡職業 可是她旁邊可能有其他威脅 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反正就這樣問好了 妳覺得什麼樣的職業 妳的另一半什麼樣的職業 妳的潛在威脅性會比較多一點 我想到的就是 牙柱跟另外一個是空服員 空服員 如果另一半是機師的話 感覺會 壓力很大耶 對 所以是怕被搶走 所以妳覺得真的會被搶走 如果被搶走 就代表她不夠愛我 那有什麼職業是妳 幻想想要教的職業 不一定是妳理想中的 就是幻想想要教的 目前沒有 我覺得只要對我好就好 水煉工可以修理妳的漏水 對 對我好就好 對妳好就好 真的 我說可以修理妳的漏水 對 不是 真的對我好就好 對妳好就好 她假如是廚師 可以嗎 可以阿 她假如每天就是 只穿一件圍裙 然後就煮飯可以 不行 不行 然後她說 她說親愛的 我希望妳也可以這樣子 每天在家裡只穿一件圍裙 跟我坦承相見 如果在家裡可以 所以她每天只穿一件圍裙 然後露出她想要好的生產 然後煮一個 可以阿 那可以阿 就這麼有看到 那假如另一半是 亞洲舞王這種可以 好不行 剛才我一跳 妳有剛求偶舞嗎 不行 妳的動物會求偶舞 之後他們一直這樣 這樣可以嗎 不行 那不行了 那不行了 我感覺妳好像很興奮喔 我不行了 我出不了了 喔 不是這樣是不是 然後熊熊問一下妳的IG 是願意公開給大家追蹤的嗎 可以阿 V點底線 0717 熊熊我們就訪問到這邊 謝謝妳 好謝謝 哈囉我叫東區 請問怎麼稱呼 是不是 妳藏了夜店嗎 沒有 妳來都怎麼玩 怎麼玩 來這邊妳怎麼 怎麼開始 怎麼 喝酒吧 要先有酒吧 之後就 跟朋友一起 自嗨 自嗨 妳會到舞池上面嗎 會 我想問一下 每次女生在舞池上面 我都很好奇說 妳們在上面的時候 男生都那種很羨慕 然後那種很想要妳的眼神 看著妳 蛤 妳是看得出來的嗎 看不出來 從台上看不出來 從台上看不出來 那如果有男生 在台下一直就是 一直伸著手 然後要碰妳 這樣子 打他嗎 妳會打他 妳是貓屬性的女孩子 是不是 全貓全人家 是嗎 養貓跟養狗妳會選哪一個 我是養貓 妳是養貓 所以妳是貓屬性的 OK OK好 想問一下妳是什麼 星座什麼血型的 處女座 處女座 喔 處女座喔 可是對不起就講一下 大部分的男生聽到 處女座都會這樣 會不會很像這樣子 對 是真的是不是 對 是真的 是真的 妳覺得妳自己像處女座嗎 潔癖不像 但是其他滿像 就是各顯機車什麼的 滿像的 OK OK OK好 妳喜歡什麼樣類型的男生 我不喜歡草男 所以 如果all school一點 80年代那種 不行不行不行 這樣不行喔 我覺得就是 乾乾淨淨那一種就好 乾乾淨淨 就是 不能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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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麼high喔 不是就是 不要穿得很垮 或者是 我不喜歡那種 所以妳覺得 正常穿搭的男生 就OK 對 就可能T恤 牛仔褲就可以了 妳還是學生嗎 我現在沒有念書 妳現在工作是什麼 方便透露一下嗎 我現在在學美界 妳覺得職業會不會影響一個 妳們的戀愛的關係 應該會吧 應該會喔 妳覺得什麼樣職業會是妳 理想的另一半的職業會是什麼 不知道欸 不知道 有錢就好啦 有錢就好 對啊 等一下 妳是金錢導向的女孩子 對啊 另一半是什麼職業 妳會覺得很加分 不要工作就有錢吧 不要工作就有錢 哇 終於要講到重點了 欸我覺得這個超棒 這個真的很加分 那例如說 妳問她工作是什麼 她就愁眉苦一點說 我不知道欸 我就是 每一次做就有錢領這樣子 妳也希望妳以後是這樣嗎 對 OK 妳知道前面對我人來說 喔我覺得另一半 什麼職業不重要 就是 我喜歡就好 對我好就好 沒有 真的沒有啊 我會介紹男生太窮 窮的定義是什麼 可以透露一下嗎 因為每個人對窮的定義真的不一樣 很難定義欸 很難定義是不是 就是 有沒有一個數字 有沒有一個數字 窮喔 一個月三五萬都算窮 喔一個月三五萬都算窮 是不是 對不起我好窮喔 沒有 因為妳要克制自己的慾望 好啊 要克制自己的慾望 我覺得妳有辦法克制慾望 就不算窮 可是她如果慾望 本身就很低欸 那是她家的事啊 那是她家的事 那妳的慾望比較強就對了 比較高 那有什麼職業是妳 理想的職業 因為有些職業真的很夢幻 是不是都怪我什麼啊 喔喔喔我知道我知道 有一個職業超適合妳的 總裁 對啊 所以妳是想要跟總裁交往的 是不是 假如說總裁可能 她有怪癖呢 例如說妳覺得一切很順利的時候 妳一到她家 她家一個房間就是 總裁的五十道陰影 這樣子 就是有各種玩具這樣子 妳覺得是OK的嗎 妳真的想很久 對啊 那太變態了啦 那太變態了 可是往往我旁邊想好像蠻浪漫的 而且 拍電也可以拍得三集欸 不行啊 不行嗎 那怎樣的總裁妳可以 就是像韓劇那樣子 你知道嗎 妳全部都有一種幻想 就是男生非常的專情 然後對妳非常專一 然後 又是總裁 然後身材又好 長相又好這樣子 對 又很難 我跟妳講現在生活真的不可能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很難 那妳就問我理想嗎 不對啊妳理想的時候 妳自然是夢想啊 不然我說英國皇室 英國皇室 WOW 我問妳有沒有其他 夢想職業 不是理想 演員之類的吧 妳看韓劇都有一些幻想啊 所以妳會 懸賓啊 然後 妳會想跟演員交往 是不是 她如果妳另一半的職業是 AV演員 不行啊 不行 可是很帥喔 不行 長的就是妳的天菜的臉啊 可是很髒 很髒 她弄過很多女生 妳覺得很髒 可是她只愛妳 不行 她說我用的是我工作的事情 工作是工作 戀愛是戀愛 所以我也可以去當AV女優嗎 不是 她就說我就是愛妳 我就不准妳 憋了看妳 這樣子 很霸氣欸 不要 她以為她是羅茲祥啊 呵呵呵 妳的另一半有一個專長 例如她是廚師 可是她煮飯真的很好吃 這是OK的 可以啊 這是可以 她每天穿著裸體圍裙 這樣子 呵呵 這可以嗎 我只好穿裸體圍裙 我不知道啊 就感覺就是比較浪漫一點 然後她就說 親愛的我每天想做飯給妳看 不行啦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這一種 我就喜歡正常的男生 像正常的男生 就是形象正常 然後屁號正常 這樣子好像被我講得好像 我很不正常一樣 我真的不正常嗎 正常 我真的不正常是不是 妳就試一下會這樣子啊 對被妳發現了 我會扮成一些 圈圈擺擺走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訪問到這邊 OK 謝謝妳 謝謝 哈囉 Mina好久不見 嗨東區 好看到妳就很開心 Mina妳今天穿得有點厲害 妳那個 眼睛不知道放哪裡了 我記得Mina妳是母羊座 對 可以透露一下 多大嗎 1 1 我不相信 真的 Mina問一下妳多高 很矮欸 150 Mina我問一下 妳喜歡什麼樣類型的男生 我喜歡 撩得來的 然後可能 價值觀一樣 價值觀一樣 對對對 就三觀啊 就是妳的感情觀 三觀跟價值觀 那長相呢妳有挑長相嗎 沒有 我完全不挑 完全不挑長相 真的不挑 好像我這樣子的是可以 可以啊 就只要合得來就不可以 只要合得來 我算合得來嗎 可以 可以喔 開心 你們有主題嗎 你們現在來夜店怎麼會 我們主題是西裝趴 西裝趴 所以你們男生女生全部都穿西裝 對 全部都穿西裝 我問妳啊 天氣這樣不熱嗎 有點熱 我覺得好熱 我看起來覺得好熱 但沒關係我沒有穿成這樣 所以妳等一下太熱會把它脫掉 有可能 我等一下去看 什麼樣的職業會吸引到妳 就只要有一技之長 我就覺得很厲害了 不管是什麼工程師 服務業 所以我可以一次端 六杯啤酒 八杯啤酒 很厲害啊 很厲害 對啊 因為我就沒辦法 很聰明的職業 會計師 律師 那種 問妳一下喔 有什麼樣的職業 她穿上制服 還是說她的職業 妳聽到妳會 特別啊哈哈 你是說 妳是說 角色扮演嗎 欸對 對方什麼樣扮什麼角色妳會 警察 警察 為什麼 就是靠我 喔喔喔喔喔喔妳可不可以玩那麼重 靠我 什麼警察咧 醫生嗎 學生可以嗎 學長嗎 學長 學長可以 喔喔學長可以 學長可能可以 醫生 醫生我就覺得還好 律師 也還好 神父 神父不行 喔喔喔 神父我會很解 道士 不行 不行 穿著制服的職業有什麼 我看看喔 Bartender Bartender 有有有 可以可以 攝影師 不行 攝影師不行 好像還好 攝影師妳幫妳難過了一下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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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IG願意再公布一下嗎 哈囉Mina 那如果今天妳在這邊遇到一個男生 妳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聊聊聊聊 才發現她是個總長 總長 對她是個總長 好逗喔 很逗 那假如她帶妳去 她家長真的很大這樣子 就很大啊 就很大 床就那麼一個 床就那麼一個 對啊 可是她旁邊有一個 遊戲間之類的 葛雷嗎 蛤我不太OK欸 妳不是喜歡被靠著嗎 因為我沒有那麼M 我不叫S1 她擁有一間警局 可以 可以喔 擁有一間警局是什麼 她可以管我 她管妳的時候 她會說妳長得太可愛 把妳關起來這樣子 那我就當小狗 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今天訪問到這邊 好OK 謝謝 掰掰 任何職業啊 其實不分貧窮貴賤 我有朋友呢 她是村子的管理員 她其實呢沒有父母 是由她老是代大 可是她沒有自暴自棄喔 她每天呢 努力學習努力練習 然後呢 到最後還是當上火影喔 我們舉總裁的例子來說 也不是說總裁呢 就特別的好還是怎樣 因為總裁呢 有一些不為人知辛苦的地方 說不定她有一個 不為人知的房間 不為人知的秘密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然後加小鈴鐺喔 指示微信院 我們下次見 其實呢 任何職業啊 不分貧窮貴賤喔 因為呢 我知道有一個朋友啊 我就 舉一個例子啊 我是好朋友 舉一個例子啊 我有一個好朋友呢 她其實是一個 村子的一個管理員這樣子 然後呢 她其實呢 從小沒有父母 她沒有這樣子自暴自棄 她呢是由她老是代大